7分25號 禮拜四 在台灣國際放浪場進行 統一7M的獅隊 對上LAMIGO PUNKIES的比賽 這個今天在LAMIGO的帶領之下 當然這個球迷朋友很High 也是因為目前LAMIGO是7分的領先 前面5局打了10支的安打 目前在2局的下半還有4局下 5局下 都有得分 現在是7比0的領先 當然在5局 這個也有LAMIGO精采的表演 當然也透過這個表演同時 我們請這樣比賽的球評 大幫老師正經營鄭教練 來分析一下前面5局兩隊的表現 是 我想以今天前兩隊的表現來看的話 先以投手來看的話 今天其實以波拉斯整體在投球內容來講 確實有很好的壓制能力 前面5局只被打出了1支安打 而且被打出了安打之後 馬上就用雙殺來化解該局的一個危機 所以以波拉斯前面5局的投球來講 確實是投得還蠻順的 當然以統一師的先把他投走羅錦龍來看的話 其實他今天整體的比賽來看 我個人倒覺得他投得並不會很差 雖然被打出了6支的安打 但最主要還是因為 包括隊友的失誤或是一些 到了成功的情況下 讓他掉了很多的分數了 當然以JST的一個李鋒華上來 又沒有辦法很順利的踩住的殺手 所以以整體前5局的比賽來看的話 統一師確實是陷入了很大的一個分數上的差距 而且5局到現在打完的話 其實整體來講感覺LAMIGO的攻勢 他還一直掌握得非常的好 的確在前面5局的部分 這個統一師的軍其實只敲出了一支的安打而已 而且其實5個半局都是3上3下 至於在LAMIGO的部分是有3個半局得到分數 特別是在5局的時候還吃下了一個大局